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23岁就读文化大学新闻系四年级的女大生米卡 Mika在四年内透过打工涌闯全球20个国家 包括多数人认为较为危险的国家 例如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 米卡表示 世界这么大 想要到处看看 我出去旅行之后发现 我们对世界还有很多的偏见 根据综合报道 米卡表示 第一次自助旅行国家是埃及 自己打工 加上家人部分赞助 与有人前往埃及旅行 埃及回来后开始非常积极的工作 因缘际会下开始做活动 PG Promotion Go 施行约200元到500元之间 只要飞上课的时间 都在工作储存下一框的旅费 最后用自己一个学期打工所存的旅费 借着休学一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展开这趟旅程 根据苹果报道 米卡陆陆续续去了澳洲打工 巴基斯坦、土耳其、爱沙尼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克罗埃西亚、波兰等国家 米卡提到最难忘的旅游地点是巴基斯坦 目前台湾人前往巴基斯坦的手续相当繁杂 需先委托旅行设计信到香港办理签证之外 还必须附上自己的行程表与当地国民的邀请函 最后是在沙发冲浪网路Couchsurfing找到一间民宿 在由该民宿主人发出邀请后才开始这趟难忘的旅程 综合媒体报道 在巴基斯坦旅游期间曾入住一族金便宜的公寓 这栋斑驳的大厦隔着数千房间 不仅无床铺、电扇、热水器、网络等相关设备 更夸张的是打开柜子 数个保险套散落于脚边 因为公寓内房间隔音差 每晚半夜还会听到隔壁传出男欢女爱的声音 加上走出公寓时 周遭的人们总是对她表现出不友善的眼光 她才意识着理事因哭 出入人口相当复杂 后来透过朋友的帮助 连夜逃离并住进一位中年女性作家的住所 这才结束心惊胆战的日子 综合媒体报道 米卡冰宁 大家出外旅游要格外小心 我自己比较幸运 遇到很多友善的人 事物 如有想要外出旅游的女性 一定要提高警觉性 并且要牢记当地紧急救助电话 避免不必要的遗憾 米卡因为自己的旅游经历 获得出版社的邀请 且呈在远方醒来 一书并出版 并说会继续探索世界 同时也在筹划自己的下一本书籍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